那我们的那个13页那边 所要练习的第一小题已经做完了 我们就直接看到第二小题 直接看到第二小题 13页这边的练习的第二小题 我们把等比数列的那个首相跟公比法找一下 那他说A3是18 老师把他的问题写一下 A3是18 然后A5是162 A5是162 那么公比为正时数 也就是说公比我们等一下算出来 他如果有正的跟负的两种的时候 我们就回答他正的就好 那他问回答的要找的答案是什么 首相和公比 我们要问所谓的A1还有所谓的公比 分别是多少 来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很快的回顾一下 我们的等比数列的公式的部分 AN会等于A1乘上R的N减1次方 这个是我们在上礼拜曾经提过的 在等比数列的DN项公式 所以请同学务必要把它记起来 那当然在第一小题那边 我们的等差数列的DN项公式 也有一个 当然跟他不一样 那这两个都是我们在一之一很重要的公式 麻烦同学注意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里的A3还有A5 我们都带这个事情 去看一下它会有什么结果 它会有什么结果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A3的部分N等于3 那么首相不知道我们就写A1 R也不知道就写个R 那3减1答案多少 2 所以我们把A3带入之后呢 这个结果会等于18 这是我们题目告诉我们的一个条件 在第二个的话 N等于5的时候 A5的部分 A1R的四次方 会等于多少 162 会等于162 所以你会发现说 我们把题目所给的这两个 A3跟A5带完之后 会分别得到了这两个式子 这两个式子 A3跟A5的式子 那么我们在做第一小题 在做13页的时候 那其实第一小题 那时候是等差的问题 对不对 等差的话 我们这两个式子出来之后 大概就是做加减效区 用国中的那个连立方程式的方法去做 但是呢 现在第二小题这边 你可以观察一下 我们A1乘R平方 A1乘R四方 这个地方是用程法 来做一个连接 所以就不能去做 所谓的加减效区 这个地方大概就是 等差跟等比最大的差别 所以这里我们一样 我们去写一下 第一式跟第二式 那因为它是做乘主关系 所以我们只好用厨法 来做一个消掉 那当然同学可能会很习惯 R老师就1乘以2 但这时候一样提醒一下 我们第二式它R有四次方 对不对 第一式R有平方 所以尽量记得 我们把这个比较大的 这个R的次方写在分子 也就是说 我们去写2除以1 我们把大的这个指数 放在分子的时候 这样避免它 做完除法之后 会跑到那个 指数会变成负的 会比较麻烦 所以这时候我们把它写一下 变成是R的四次方 对不对 A1要写 让它漏掉 A1R的平方 会等于多少 162去除以18 所以大致上的一个做法上 我们大概就注意到这样子 来我们把A1就可以消掉 对不对 就可以消掉没有了 然后呢 我们刚刚讲过 就是说你这边分子是四个R 对不对 分母是两个R 所以做完除法之后 你就发现分母没有了R 分子剩下什么R平方 四个R除以两个R 除掉两个 剩下两个变成R平方 那当然等号左边 只剩下R平方 对不对 A1没有了 等号的右边 我们去做一下除法 这边除下 162除以18 大家自己去除一下 这边除下大概是等于9 会等于9 我们就直接约分了 那所以这时候 我们会做到R平方 会等于9 那当然R就会等于正负3 R就等于正负3 那所以这时候 我们这个R做出来之后 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的问题 它说R要怎么样 正实数 R取正实数 所以这时候我们请你 负3就不合 我们就只有取 这个R是多少 正3 R是正3 所以第一个结果 我们可以先把工笔算出来 那另外一个首相的话 我们再带回去 我们再带回去 比如说带D4好的 这时候呢 你的A1乘上R平方是9 对不对 就会等于18 所以这时候A1就等于2 所以这时候A1就可以找出来 等于2 所以我们的第13页的 所谓内使的第2小笔 这边的结论 首相是2 工笔是3 我们大概就是让大家练习一下 我们的这个等比数列的DM相公式 等比数列的DM相公式 这是我们这个问题的一个重点 我们接下来就看到我们下一段的重点 老师把画面再切换一下 来我们把那个另外一个分享切换一下 看到下一段的那个重点 来这里 那个记得哦 如果老师分享画面不见得要记得讲一下 因为有时候这个难免会出现一个小问题 这样子 OK 来我们的那个看到下一段 13页的下一段 我们进入到1-1的第二段 我们叫做这个叫做地回数列 地回数列这几个字呢 同学可能是 应该是第一次看到 因为这几个名词在国中的时候完全没有讲过 在国中的话大概 等差可能讲到一些 等比也不一定会讲到 那地回的话更不用讲 地回的话也是国中是没有的 但是在高中范围才会出现 那么老师这边先把字面上的意思先讲一下 字面上意思先讲一下 那地回数列当然这个名称是我们中文翻译的名称 它的英文是从后面老师已经写上去的 这个叫做recussive的这个segment 这个单字把它翻过来 那为什么要翻成地回数列的原因很简单 首先你看到回这个字 我们这边把它简单做个助记 像 像回这个字 回的意思它就有那种 那个回头嘛 对不对 就是说你会一直 类似做一个重复的动作 会有一个回头重复的动作 就用到回这个字 那地这个字怎么讲 地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地这个字的意思大家就记得 我们地这个字的话它有点类似这样传地 对不对 或者是说我们把那个 那个 跑步的时候 我们如果有那种接力比赛的时候 第一棒传给第二棒 第三棒传给第二棒 第二棒传给第三棒 第三棒传给第四棒 这种这个动作 传接力棒的动作我们叫做地 那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 来 重来 所以画面还在吗 画面还在 OK 现在没有分享 OK 好来来来 没关系 因为刚才 奇怪为什么你们两个没有断 是我断 好 来 没关系 我们刚刚的这个地方 来我们地回数列的这个名词的意思 我们再给它很简单的回复一下 就是说 回有那个重复的意思 一直 一直 那个 回头嘛 对不对 就是说你这个动作要重复的做 所以我们在找这个数列的时候 你有一个规则就要一直重复重复的做 但是呢 不但重复的做 我们刚刚讲过这个地这个字呢 它又有一种传递 就是类似说 第一棒传给第二棒 第二棒传给第三棒 第三棒传给第四棒 所以当你这样做传递的时候 你的那个数字是会慢慢变大的 所以当我们不断的做重复的一个计算的公式 而且它的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它的这个像素是增加的 所以地回数列的特点就是说 它不但它是有一个重复的一个规律性 有一个一个一个重复的规则性 或者说讲用最白话我们讲 就是它的公式 它就是一个重复的公式 那而且它会有一个 这个地代表有一个地增 就是说有一个增加的意思 我们以那个中文的意思来讲 它叫做地增的意思 就是说会越来越大 那谁会越来越大 当然从第一项到第二项到第三项到第四项 就会越来越大 那个n的部分从1到2到3到4到5 那我们看看实际的例子 它怎么样来做一个说明 看到它下面的定义这边 那个等差 例如它这边把等差跟等比这两个 它都把它用地回来写给大家做一个例子 所以大家先认识一下这个 什么叫地回数列 如果是等差的话 第一项是A1是A 我想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呢接下来后项是由前一项 加上一个定值 叫做D 那这个D当然我们叫公差 我们之前上礼拜已经讲过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它的规律性是什么 就是说后项由前一项去加上一个固定的数 所以现在重点就是加上固定的数 这个就是一个重复的动作 我们刚刚讲过D回数列 回的意思是有一个重复的动作 对不对 好那再来D是什么意思 大家看到它这边写 A1是A这个没有问题 那看到第二行 第二行这边就有一个 an等于an-1加D 所以从an等于an-1 这两个右下角的n跟n-1是什么概念 你这样想想看 我们今天譬如说如果是那个A2 它就变得是跟A1有关系 如果N是3的时候变成A3就会跟什么 跟A2会有关系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式子an等于an-1加上D来讲 后面这个加上D就是老师所讲的那个重复的动作 我们每一项都一直重复重复去加上某一个固定的数 这是我们等差数列的一个特性 对不对 然后呢 你每一项会越来越多 随着n的增加 随着n的增加 那你会发现那后面这边写 n大于等于2 对不对 譬如说因为第一项已经有了 第一项不要动 所以n最少从2开始 A2等于A1加上D 同理A3等于A2加上D 然后就重复这个动作 譬如说A4就等于A3加上D 以此类推 那看你的n要做到多少 你的n要做到100项 还是500项 还是1000项随便 所以这样大家懂这个意思吗 就是说我们如果以地回数列 这样的一个定义 我们发生在等差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写成像 这个大括号的这个式子 目前老师框起来的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我们就把它叫做 看到倒数第二行这边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什么 一个规则叫做地回关系 地月关系 所以回重复这一个动作 D代表说它的数字会越来越大 因为我们的数列从第一项开始 第一项完就第二项 再第三项就第四项 没有那个 我们上礼拜讲过 没有那个-5项 什么-3项 或者是什么2分之1项 3分之1项那种东西 它一定是从自然数来开始 那你从第一项开始完了 就接第二项 没有再接那个1.1项 1.2项 所以一定是接一个正整数 或者说一个自然数 那么所以以等差的这个状况来讲 去写成地回的关系 就会写成an等于an-1加上d 你就记得说这个n就比n-1多1就对了 n比较大一点点 n-1比较小一点点 那这两个是不是刚好差1 n跟n-1就是 后面的这一项跟前面这一项的关系 我们这样把它写起来 所以它的意思 后项由前一项加上定值 它就是写到这个第二行的这句话 等于说把上面这一句 这个中文上的一个字面上的意思 我们表达成数学的一个式子 就会写成这个样子 好那这个框架的部分 是我们在等差数列的一个叙述上 我们用这样来写 对用这样来写 那今天如果是等比呢 然后它等比的一个写法是什么 一样它也有A1对不对 这没有问题 所以等差等比它都有第一项 这个都OK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看到第二行的不一样 对不对 后项由前一项做一个什么 乘法 乘上一个固定的数叫做什么 公比 那么就会得到所谓的等比数列 某一个等比数列 所以我们就把这句话 后项皆可由前项 乘上一个固定的数 R 把这句话去写成数学的式子 大家看到倒数第三行这边 就是老师现在圈起来的部分 把这一句中文的这句话的意思 我们写成用数学的式子来表达 就会写成 AN等于R倍的AN-1 R乘以AN-1 或者说你也可以把反观 你如果依照他这边写 前一项乘上固定数R 对不对 所以应该是先AN-1在R 不过这反正乘法的部分 你前后乘这个颠倒写式 不影响答案 所以看个人 所以我们以等比数列而言 我们去用一个地回数列的写法 来做一个表达的时候 A1等于A 然后AN等于R倍的AN-1 也就是说后面的这一项是AN 它会等于前面的这一项 再去乘上一个什么 小写的R 就是所谓的公比 所以像这样子表达出来的 这两个大括号 老师现在勾起来的 这两个大括号的这个式子 我们就把它叫做什么 把它叫做地回数列的一个写法 我们看到下面的说明 这边某数列的后项 可有前面的项 根据某种规则 有没有发现某种规则是什么意思 这个某种规则在等差是加法 在等比叫做什么 乘法 那今天如果有别的数列 它很可能 比如说老师随便举个例子 很可能某一个规则 可能是要把它开根号 或者是把它平方再减三 或者是要把它先导数 再怎么样再加六 这个规则就是看个人 在使用上去做一个规定 那么反正你不管是什么规则 你只要是后项由前项 根据某种规则 你的规则定好之后 那么这个规则 我们就把它叫做 所谓的地回关系 我们中文的意思 要把它地回关系 那如果英文就是上面这个字 这个字 关系就里面询 就把它加上来 所以 因为我知道说 有些同学可能这个 中文的字面上的意思 可能比较不容易了解的时候 老师会建议你们就是说 可能就把这些数学名词的 这个 它本身英文的那个意思 去可以去查一下字典 看一看 去做个了解 不知道你们放心了 就是大概 以数学名词的角度来讲 它大概不管是英文单字 或者是中文的意思 都不会很困难 因为这个数学 重点是要算数学 对不是在 在考英文单字什么的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请大家就注意到 有时候你突然看到一个名词 如果不懂的时候 你可能要去查字典 现在还好像有Google的那个 那个那个线上字典 都很方便 比方以前老师 30年前当学生的时候 去查那个字典 一本厚厚的跟枕头一样 有时候 查了半天可能还查不到 因为有些名词 它比较 比较冷门的一些名词 还不一定查得到 现在的话就很方便 来 所以这时候 这个某种规则 就是看 每个人他使用上 他需要定什么规则 那就看个人自己去定 不同的科学家 不同的一个单元 或者说不同的一个 做一个什么实验 像化学老师 做实验 对不对 那你这个实验做完之后 你可能要一直 每个小时 要去加一个什么东西 加个5cc 或者加个什么5毫克 然后呢 看看他反应五分钟之后 会出什么事情 可能会爆炸 可能会冒什么难关 或者是干什么 然后下个小时 你再做重复这个动作 但是呢 你原来第一个小时 是不是已经加一点东西下去 对不对 那在第二个小时再加的时候 你第一小时加这个东西 是不是还有一些存留的 会互相影响 这个就要去做研究 所以 每一个科学的 不管是部门 或者是每一个项目 使用到这种规则 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做 地回关系 叫地回关系 那所得到的数列 就叫做地回数列 然后这个地方 他有个简单的名字 叫做什么 初始值 这个初始值 老师把他也是把它 一时写下 这个初始值 他是从这个字来的 Initial number 所以 这个如果我们在一般的数列上面 我们会把它叫做A1 对不对 但是因为现在 你做这个地回数列 他一定是有一个什么目的 我们才去做一个 做这样的一个计算上的一个 开始 所以为什么 老师刚刚讲说 要几化学实验来讲 就是说你今天如果 某一个实验 他 好 现在早上9点 我们开始做 所以早上9点 这个时候 你这个烧杯里面 或者是 你这个 这个 这个器材里面 可能就有一个 什么样的状况 有 也许有某一个 碳酸钙几克 或者是某一个 某一个什么 液体是几克 那个就是叫初始值 好 然后你9点钟开始 我们开始反应 然后加什么下去 加A加B加C 开始加加加 加完之后 让他反应个三分钟 观察一下他出什么事情 然后老师说 好 我们等一个小时后 10点的时候 我们再来做这个动作 这时候你的初始值 就已经变了 对不对 你也已经开始 在做一个事情 所以第二个小时 一样加进去 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11点后 第三个小时 再做一个动作 再开始去反应 所以 这个我们在一开始 数学来讲 他就叫做A1 叫做首相 那可是你以做实验的角度来讲 就是你一开始 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你一定会有一些东西 放在那里 不可能一开始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那个也不用做实验 你一定 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要打算 要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实验 所以他要有一些原料 A原料 B原料 或者是夹一柄原料 或者是博博某原料 随便 所以一开始 这些都要把它设定好 好 然后时间到 我们开始做反应 类似这个情形 所以 这个一个名称上 我们大概就做这样的介绍 做这样的一个介绍 来我们看到下一页 这些都把它清掉 清掉 来我们看到下一页 这个先关掉再推 OK来 我们看到下一页 14页这边 14页这边 来14页这里的话呢 上面的这两个式子 我们这两个式子 就把它叫做什么 就把它叫做所谓的 递回定义式 那这个名称上就 知道就好 你放心 这个考试不会叫你 不会叫你去写这个名词 不会那么无聊 我们只是告诉你说 我们在表达等差 跟等比数列的时候 除了上礼拜的 那个一般向的写法 比如说等差数列 AN等于A1加N-D 那么也可以用我们 刚才在13页上面 这个写法 就是这个 第一颗星星的这个写法 这两种写法都是我们在表达 所谓的等差数列的一个写法 只不过他们看起来的样子不一样 那当然就给他取了一个 不同的一个名称 好像每个同学 你穿运动服来上学 或者是你穿制服来上学 反正都是同一个人 但是我们看起来 可能那个颜色就不一样 那是一个相同的情形 那同样道理 我们等比数列 他也是会有个定位定义式 那么跟他的DN相公式 可能也 看起来是不太一样 但他都同样在 表达这个所谓的 递回定义式 这个等差 和等比的这个式子就对了 那我们看到那个 下面小奈利奇这边 他的小奈利奇这边 他说将下列的数列 写成递回式 例如我们的 所向是3 那公差是4的时候 那等差数列很单纯 我们就按照加法去写 所以你现在 首项是3的 不能A1就写成3 我们这边 就直接写A1等于3 那公差是4什么意思 公差是4就要注意到 就是说 我们的第二项 跟第一项之间 第二项跟第一项之间 相差是4 所以你代表说 第二项要比第一项 多了4 多了4 所以我们去写他的这个 这个式子的时候 你可以先简单写一下 A2就会变成什么 就变成是A1 再去加上多少 4 也就是说你的第二项 因为他现在给的公差是4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A2就写成A1 加上4 那你如果再接着写第三项看看 A3就变成多少 就变成是A2 再去加上4 所以你会发现说 你写了一次两次之后 这个规则就可以怎么样 确定了 2 就配1 对不对 3 就配2 同理如果是第四项呢 就变成第三项再加4 所以后面小师就不写了 你们就省略了 A5就是A4再加4 所以我们把这个结果 我们把这个结果 把它写成一个 第N项的表示法 我们看到我们左边这边 已经写好了 就把它直接看一下 我们看到左边这边的写法 先把它拿 所以这个就要先把它擦掉 擦掉 来 我们看到左边这边的写法 主要内习的第一个结果 A1是3 这个没有问题 对不对 A1就是3 没有问题 那么 An就会写成 An-1 再怎么样 加上4 再把它加上4 所以 在写这个递回式的时候 一开始同学可能会觉得 不太习惯 说老师这个 怎么突然蹦这个出来的时候 好像感觉很难写 所以你可以像老师刚才那样子 就是说 你一开始如果觉得 不太习惯 不太会写的时候 你就先写第二个 第二项 比如说刚刚写 A1是A 对不起 A2是A1加4 写了第二项之后 有结果 对不对 再写第三项 A3等于A2加4 那么这样 以此类推写个两三个式子 我们去观察到它的一个 一个表达的方式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把它的一个 大概的式子把它写出来 叫做An-1加上4 这样大家懂意思吗 就说一开始你可能觉得不太习惯 这个很正常 但是你就先 反正第一项一定有 对不对 首项之三这个 大家已经告诉你了 这个不用去做什么事情 那你就练习写一下第二项 练习写一下什么 第三项 这样大家懂老师的意思吗 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比较好 你在接触到这个地回数列的时候 会比较容易上手 比较容易上手 说从写个第二项 第三项第四项 这些去做一个观察他们的特性 观察他们的特性 这样子 来那么我们把这个清掉 移动一下 来那么下面的话 我们的那个 第二小题也是类似 第二小题它是一个等比的 对不对 等比的话它是 首项是正一 然后公比是负三分之二 那这也是一样 这也是一样 你第一项有了 对不对 第一项就已经有了 是A1是E 那以等比数列而言 第二项就变成第一项 再去乘上我们的公比 是多少负三分之二 现在公比是负三分之二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我们如果一样 大概练习写写写看 我们把这边 这时候我们写第二小题了 这时候你的A2 A2会等于A1 去乘上 陈这边老师直接用括号写 括号 我们的是 现在公比是负二除以三 对不对 负二去除以三 来所以 以等比的角度而言 我们去写地回定义式的时候 它的第二项是从第一项 再去多乘一个公比 用这个规则来写 对不对 用这个规则来写 那所以如果在下一个呢 A3的时候也是一样 你也练习 接着看 A3会变成什么 A2 去 乘我们这边用括号代表 负二 去除以三 所以大概你写个第二项 写个第三项 去观察一下 它们之间的关系之后 说反正都乘一个某数 对不对 只是右下角的数字 从二变成 二跟一关系 然后变成三跟二的关系 同理四跟三的关系 那么你就会知道说 写在等号左边的这个右下角 这个N就会稍微多一点点 数字上大一点点 写在等号的右边的这个 右下角的这个N呢 就会减一 N跟N减一来讲 N减一当然比较小 刚好差异 两个连续整数 第三项跟第二项 第四项跟第三项 第五项跟第四项 一直以此类推 所以我们第二小题的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这边已经把它写得完整 所以 想要按这个 来 所以我们第二小题的结果 我们看到这边 左边这里 它是 A1是1 AN就变成 负三分之二乘上 A的N减一 那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的公比 它是一个 算是一个数字 所以我们在表达上 会把数字写在 我们的符号的前面 这个我想 大家同学在念 国中的时候 国一那个时候 讲到什么 符号代表数的时候 X啦 Y啦 这些叫位置数 位置数跟一般的数字 写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建议同学 把一般的数字 写在前面 把位置数写在后面 那当然了 我们现在写的这个 等差等比 这个并不算位置数 但它也是一个 英文字母的 这样一个一个代号 所以习惯上 就把 以置数 负三分之二 写前面 后面就写 AN-1这个东西 后面就写 AN-1这个东西 所以我想说 内时这两个 都蛮简单的 就利用我们在 等差跟等比的 一个特性 来做一个回答 这样就可以了 来做一个回答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大家请 自己把它完成 就好了 这边 只把练习写一写 练习写一写 那我们下面 请看到下面的 那个立体式这边 我们接下来 看到立体式这边 我看到立体式这边 立体式很单纯 它说呢 请大家练习写一写说 下列这个 递回数列的前五项 下列这个递回数列的 前五项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你只要把 A1 A2 A3 A4 A5 把这几项 写出来就可以了 好 那这时候当然 我们立体式这两个例子 当然它看起来 就都不是等差 也不是等度 这样大家懂意思吗 所以我们的 递回数列的这个 这个某种规则 或者说某一种 这个计算的式子 要怎么定 那真的就是 我们刚刚讲过 就是你要看 使用的人 他本身 他的需求 或者说他所做出来的 研究的一个规律 因为像做实验的话 他通常 可能那些科学家们 实验做一做之后 他得到一堆数据 对不对 这样早期没有电脑 那个时代 就要很辛苦用手算 大概 因为电脑 大概也发展了几十年 所以两三百年前 两三百年前 那个时候的科学家 是很辛苦的 他要有很强大的计算能力 他可能一直 记载 做实验 做出 我们刚刚讲 一个小时登记一次 你可能记个两天两夜 就记了好几十笔数据 如果再多一点时间 你可能一两百笔数据 有了数据怎么办 你就要开始去找到 他的规则 他就要靠手算 所以他一定要记得 现在是有计算机 有电脑可以帮你算 已经很幸运的 很幸福的 早期两三百年前 那个时候 尤其像牛顿 距离我们有三百年前 那个年代是没有计算机的年代 他只有一支笔 一张纸 然后就开始动手算 所以早期的科学家 是非常辛苦 非常辛苦 但是大家也想一想 他们这么辛苦 然后这么聪明 还可以发明这么多公式 像德国的高斯 他也是大概距离 我们三百年前左右 也是非常的优秀 他们可以 在那个没有电脑的时代 没有Google的年代 他们可以发明那么多公式 所以你可以想象吗 当年两三百年前 这些伟大数学家 他们如果身在现代 是有电脑可以用 或者是有Google可以用 或者是怎么样 怎么样的时候 很难想象 他们会发明出什么东西 搞不好 搞不好会发明出 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因为当年他们 没有电脑 没有计算机 就这么厉害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 刚好突然想到 就是有一个联想 来我们看我们 莉莉士这边的一个例子 A1是1 这个不用算了 他说 an等于an-1加上n平方 所以请注意 这时候 后面这个加上n平方 圈起来就是我们的什么 我们刚刚讲过 第一回数列 它一定有一个规则 那现在的规则就是 加n平方 所以这时候 你的1 不用算 1已经给我们了 不用算 所以从2开始 n是2的时候 a2就变成an-1 所以这变成a1 加上 注意哦 n是2的时候 你后面就要变成 2的平方 所以大家看到第二行这边 a2等于a1 加上2的平方 那所以 a1本身就是1的嘛 对不对 1加4单就是5 所以 其实5这个数字 其实基本上是不重要 5就是把它算出来而已 立体式的重点 是要大家去体会一下 这个所谓的规则 立体式的第一小题 这个规则就是 我每两项之间 要加上一个n平方 重点是要把这个规则掌握住 就不断的去做一个 加n平方 然后因为n会越来越大 对不对 从2到3到4到5 所以你可以发现 后面就是什么 加上3平方 加上4平方 加上5平方 所以大家回忆一下 我刚刚一开始 讲到地回关系的时候 回这个字代表 是一个重复的动作 我一直在加n平方 然后d这个字 老师解释过 就是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传递的效果 从1到2 2到3 3到4 4到5 所以把这两种特性 把它结合在一起 我们的名称上 这种数列 它的一个 中文名称上的翻译吧 叫做地回数列 把它叫地回数列 它不是叫做什么 重复数列 或者是什么 循环数列 因为如果是重复 跟循环的话 会有一种感觉是 它就一直重复 做相同动作 对不对 它一直重复 做相同动作的话 它基本上 它每一项都一样 但是多了一个 地这个字的时候 多了一个地这个字的时候 代表说 我每项之间 它会差一点点 会越来越 多一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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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所以老师有什么解释 说很多数学的名词 它的一个 这些名称上 有它的一个重点所在 那么来 我们接下来就是 3的时候 A3就是A2加3平方 对不对 A4是A3加上4平方 A5就是A4再加上5平方 所以剩下的动作 就是去做加法 把它加一加 5加上这个 5加上9变14 14加12变30 30加25变55 好 这样就写完了 这样就写完了 这样大家懂的是吗 所以不要把地位数列 想得太困难 它一定有一个规则 让我们去做 规则让我们去做 很不幸 我们时间剩下不到一分钟 来我们那个 佛恩拍照吧 要不然等一下 要被切了 对 我时间应该 要公平一半了吧 好吧 大家开镜头 我们要准备那个了 要被切掉了 大家开镜头 瑶翠儿 祝开心 邓立文 许志焱 张瑞泽 王辉辉 林永兴 来吧 这一期 我看了 我看了